欢迎收看展哥讲股 月讲月长 今天的题目 节前保守过端午 站稳月线偏多做 所以祝大家端午节廉价愉快 然后廉价也送给大家一个礼物 就是标股操作法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节目内容是这样 我们会先讲大盘的解析 然后再说标股的操作法 然后另外呢 新闻上今天赖上面也有贴出去 跟大家讲说观景币的股票怎么看 我今天影片会再详细跟大家叙述这些事情 来首先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盘 大盘的部分是这样 月线目前扣跌位置在这里 所以你看下一个交易日 就马上到低档了 所以扣跌到低档代表什么 代表月线就翻扬 月线开始向上 月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的观察指标 中线的观察指标 中线我都会看月线跟季线 OK季线是这一个橘色的这一条 所以这一段时间也是到了季线就回头了 OK所以这也没有问题 在基础面上面不管是不是廉价 基础面上遇到这个压力 回头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预期指数在月季线之间震荡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来回在这边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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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就是我一直讲的 可能会变成肋骨轮动的盘势 这种盘势会很刺激 但是操作难度也会稍微有一些 OK那我再把时间我们再稍微拉长一下 我画的这个线 这个线的位置是什么 是一个扣 是一个那个压力的位置 上面这个头部嘛 然后下面这个形成底部 所以从这个整个我们肉眼来看就好了 其实基础分析我们不要想很复杂 有时候就是很直观的想法 来我们讲对称性的角度 这个头部比较大 还是底部比较大 看起来好像是底部稍微略小一点点 对吧 所以在这种状况 他如果回来再整理 这个几率也是非常高 而且你看这个位置刚好有什么 又是季线 所以我们本来就预期到这边 可能会回头做一个整理 所以月季线之间震荡 这没有问题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告诉大家 我们守在月线之上 我认为还是要偏多看 为什么呢 首先是这一个 我们讲这扣底的位置 这季线扣底的位置 大概还有多久 大概一个半月之后 会扣底到低档 会扣到往 扣到这边来 扣到这边来 所以换句话讲 接下来的季线会怎么样 会一路往下走 一路走 走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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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月线又是翻扬向上 所以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把握这段行情 是有机会有短做到长 过去几个礼拜 我们都是跟他讲说 反摊行情 我们把五日线当成多空分水岭吗 你有没有发觉我现在开始讲月线跟基线 因为短线的行情可能会走到中线的行情 因为月线开始翻多 如果接下来一个半月 持续 基线往下走 那会发生什么状况 第一个我们指数被打下去 就跟着基线一起压下去压下去 那这个时候就 我就会转空操作 坦白讲我会带大家开始偏空操作 但是我会觉得基本上 我的目前的预期我还是认为偏多 所以基线往下走的时候 月线已经翻扬向上 所以可能走着压缩压缩压缩 忽然哪一天站上基线 然后基线又开始扣抵到低档 所以基线也开始翻扬向上 所以月季线同步翻扬向上的时候 我们就从短线的行情连接到中线的行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跟大家讲 有可能从短线变成波段 要把握这段行情的原因就是这样 这整个我们讲技术面整个的角度 所以大家记得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这一个半月 一定要好好的观察 因为很有可能 如果未来如我们的预期 是真的走到一个中线转多的走势的话 那我们这段时间布局的股票 接下来都可能率先往上喷发 这个非常重要 OK 来工商服务一下 记得帮我加我的官方LINE 记得要跟我贴图留言互动 这样我会把你排到前面来 抢先收到通知 然后LINE里面会有盘式的提醒 看盘重点跟类股族群跟个股的介绍 然后当然大家一定要记得下面 影片下方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每天下班10分钟掌握最新的行情 OK 接下来我们昨天有解副顶 有解一些股票 然后其实基本上还蛮准的对不对 我们讲台积电联发科 所以我说还是要看联发科 所以联发科今天小跌 台积电大概算稍微跌多一点点 OK 然后长容我说维持 维持正常的状况 手在这里就好了 然后说慧阳也比较乐观 慧阳今天也稍微有再往上涨 那另外两档 其中之一就是副顶 然后天宇我说要比较小心压力 对不对 OK 所以今天早上就有同学 不小心进去 就可能听到节目就赶快 想要进场卡位了 但是这操作其实有点不太对 所以我特别在影片中跟大家说明 然后把副顶过去的走势拉出来 过去这个高点 历史高点是137 所以昨天是突破137之后 直接收涨停 那当然今天节节卖压等等的因素 收下来 收个黑黑还带大量 这是现在 尖的状况 我们把它放大 来这历史高点一样 同样的位置 所以昨天这样收涨停没有问题 那今天下来我把今天的价位跟大家讲 今天最低到了136.5 是不是跌破137 但是收盘呢 还是收上来 收在138.5 所以137我认为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位 所以跌破137我会觉得就偏弱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可能就要卖掉 那如果今天不小心追到高点的 那你就要我觉得就要考虑停损 这样去操作 但是呢 其实大家股票在涨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那个 情绪上想要进去追 所以今天我特别送大家一个礼物 就是标股操作法 标股操作法 我其实影片之前 我不小心有提到说 我做一些标股 那其实就这一档 1524的梗鼎 前一阵子还蛮凶的 这部分呢 我下面有连结 那其实我在应该5月13号 我在LindaNews就有解过 我说这个股票怎么操作 其实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天我怎么解 跟我今天的讲法 因为我喜欢大家 事前预告事后验证 不要说我们放马后跑 OK我们就爱面子 OKOK 来我们一样 这个地方 这前高点的位置 所以是这一根突破了 当然如果你是这一根突破 进去买的 我会觉得这个买点非常好 但是当然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注意到这一档股票 然后后来他就喷出了 OK 然后呢拉回 我留下来的线是什么 这就叫五日线 刚刚前面我们解大盘一讲 五日线就是短线操作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所以你看标股 标股通常就是沿着五日线做 就叫标股 来你看这一段 他是回到五日线就往上 回到五日线就往上 收盘 然后收在五日线这边 然后跌破 行情结束 然后但是我是这一段 然后这个位置进去的 这为什么 这是五日线 然后这一根红K 是不是站上五日线 所以站上五日线 有没有跌破 没有 都没有跌破 然后就喷出 我就喷出 所以跌破五日线结束 其实这行情就这样子操作 所以你真的想要 操作标股的同学 你就会 那个 记得我们要还是要有个依据 因为他拉开的时候 股票股价忽然拉开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进场 怎么回头接 所以如果你是往上追的时候 你往下射停损 你就会很痛苦 因为可能停损 位阶就会比较大 我这种状况 我会建议大家尽量是放弃 因为同样那天的那个Lina News里面 我也有解另外一档 叫6113的雅系 也是前一阵非常标的股票 我就说 这个我们比较不会操作 所以大家回去看 看影片的时候 你可以找一下 这个影片 所以沿着五日线操作 做标股的做法 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子去思考 就用五日线来当做停损 来当做那个进场的依据 然后停损你可以怎么设 像我就会设这个 这一根黑黑的低点 低点的位置 我们来设定停损 其实你只要进场前 务必要设好停损 我们再进场 而且你要确定 这个停损是你可以接受的位置 所以像这种震荡比较大的 你停损就要设稍微远一点点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 来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档 因为这方法我都是固定的方法在使用 这个高零2906的高零 我是这一天在那个报纸上推荐 在经济日报推荐 那时候再参加那个悬谷比赛 所以在这个状况你看一样 是不是这样 突破高点买进 就直接收一根长虹 然后就喷出喷出 然后横盘的休息靠近五日线 靠近五日线 然后再继续往上走 再继续往上走 那为什么是这一天推荐 因为这天是礼拜五 我们是礼拜五交稿 不然应该是这一天 前一天应该就可以进 应该是这样的位阶 刚好是遇到五日线 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子参考 那这样呢你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这一天是乌俄战争了 所以你遇到标股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是波动很大 所以遇到标股你记得 一定要快进快出不恋战 这是操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诀窍 就是这种行情一定都很快 因为股价涨得多波动就大 所以像过去啊 你说包含新胜利 包含东哥 其实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 再继续追的原因 因为它已经涨多了之后 它的震荡就会大 这很正常 这个人性 我原本持有股票的人 我已经赚多了 我根本就闭着眼睛砍嘛 我闭着眼睛卖就好了 所以我不担心价格 所以这个时间点涨多了 你要进去切入的人 你就要注意 这种状况一定波动大 所以你要切入的时候 你的停损一定要设定好 像我这边如果切入的话 我就设这个平台的低点 我就会这样子去设 或者是你跌破无日线 转弱了你就赶快砍 因为这种东西你快进快出 如果咬到了 就可能拉一大段 但是买错了 你可以马上去解决 马上去停损 你就是当做乐透 然后花钱这个乐透的钱 你拿不回来嘛 对 你就当做这个乐透的成本 对不对 所以可以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给大家做那个标股的参考 沿着五日线去操作 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什么股票 也可以在赖上面 可以给我 可以赖给我 我们可以来帮你 我们来分享一下 对不对 说不定有时候标股 因为我标股不太可能带会员去做了 因为这种风险比较大 但是你自己有兴趣去做 你又能盯盘来操作的话 欢迎你跟我分享 来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主题是讲这个 就是今天我在赖上面有发给大家 这是经济日报五月三十号 他们的访问 那时候我就说 他们问我说那个旅行社的族群 我就说要留意的是什么 三富在处置结束恢复正常交易的时候 股价是否出现走弱 若能守住高档的价格 代表行情怎么样 尚未结束 尚未结束 来 后面我又来讲说 在解封预期啊 加上盘式反弹的气氛下 旅行涉股啊 渴望吸引市场资金 趁多头的时候再拉一波 但是我当然还是有提醒大家 要注意风险 这个部分来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种处置股票怎么看 通常我会建议处置股票 你不要在处置期间再介入了 你可以处置完你再来介入 OK 所以这一个三富 2743的三富 他的处置期间 5月19到6月1号 就这一段时间 所以很明显嘛 处置完就量缩嘛 对不对 OK 然后再来 这一段时间 我说怎么开 出关的一刹 那到底是 到底是猛虎出杂 还是那个病猫 我们就在出关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 来这个地方怎么看 一样前高点 历史高点 68.8这个位置 所以他今天突破68.8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所以要追价的人 你可以在突破688的时候 进场去追 来我们再把整个今天的走势拉出来 来这一根蓝线是历史高点 688 所以大家在这个位置 突破 然后就拉上去 整理一下 然后就收涨停 因为大家都看到涨停板很兴奋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像我们之前的股票 涨停的时候 同学就会赖来问 大家看到涨停 当然特别兴奋 这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操作 来 这一段 我们后面已经收涨停 我们就不看 我们把这一段 把它放大 跟大家分享 来同样的状况 历史高点 我把它拉出来 来这是开盘 所以当日的盘式 你在看开盘的时候 大家记得开盘的量一定都特别大 所以开盘的量做不得准 开盘你要跟其他日子的开盘做比较 这样才准 来在开盘的时候 挑战一下历史高点 就拉下来 所以你看低点出现了 所以低点的位阶 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设成一个停损的位置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呢 这是第一次突破 所以你说第一次突破买在这里也没有问题 你停损是不是在低点 所以这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呢 第二次突破是不是在这边 在这个位置 所以买点1或买点2我觉得都OK 如果你只是看价格来操作的话 我觉得你买点1买点2都有可能进场 然后停损往下设定 这没有问题 然后但是另外的角度 我们说以量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地方我觉得量可能还没有到很大 没有到很大 因为这一根黑K量是很大的 那这根红K稍微超过一点点而已 因为我说开盘的这个量不要比 这个地方不要比 所以这样来比的话好像没有多很多 但是你看这一段拉回是量缩的整理 量缩整理 到了这里是不是滚量出来 滚量上攻 所以大概在第二根的时候就很明显 这两根的量加起来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大量 所以这个第二个突破 如果你是看量的 你买在第二个买点2的位置 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也是可能的 但是你在这里一样我们设下面停损 所以你买在买点1就多一个震荡 多一个震荡 买在买点2就带量突破 买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就很漂亮的一个买点 然后上去就直接收涨停 所以大家记得 我们在整个操作的部分 其实停损这样子设定 OK这样没有问题 我们在整个操作的部分 其实有时候关键的价位 我们就要用不同级别去看 像历史高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位 所以像副顶像这个三副 其实历史高点都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然后后面呢 怎么去设定停损 然后停损设定好 然后找买点 这样子操作 其实你就可以放心 因为我觉得你一定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每笔的操作 我们一定设停损 所以我在跟会员一样 我每笔进场的时候 我一定会设定停损 那当然除非拨断的 我会跟你讲我是拨断 那拨断的地方 如果没有设停损 那就代表我可能回来还会再买 这个状况是这样 但是基本上每一个操作 我都会设停损出来 OK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其实就是一个操作的方法 大家可以回去好好思考一下 学习然后多观察 所以你真的未来遇到想要追的股票的时候 你怎么样追是合理的 怎么样操作 怎么样设定停损 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要学起来 以后你自己操作上面都会很管用 然后但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今天有发现这一个 有人用我的名义去开一个line 这是诈骗 然后再来我最近也听一个朋友 一个年轻的朋友 在讲就是说 有遇到诈骗 然后被骗了好几万块 有朋友还被骗二十几万 被同一个人 这个他都是直接去做 知名公司的名片 但是其实都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状况是说 哎你给我五万块 我帮你操作 然后每个每个礼拜可以分论 没有这种事情 好大家记得 这个市场上合法的 那个受金管会管制的 就没有这种分论的 我们没有跟客人在分论的 我们只能收会员费 另外就全权委托代操 你的资本额要够大 不然就是去买基金 买基金你才可以分 你可以才可以享受到那个资本 就是我们帮你操作 让你赚到资本的利得 所以除了这种 任何人跟你说 他帮你操作 跟你分钱 这种绝对违法 绝对违法 大家一定要记得 所以千万要小心诈骗 投资一定要找合法的券商 投雇 投信 因为我们受管制的 我们都受金管会管制 我们有同业工会的监督 所以一定要找合法的 这样才好才能安心投资 然后不然真的你说 你说他帮你操作 每个月他五万块还怎么样 你知道吗 五万块还说一个礼拜可以分个好几千块 两三千两三千两三千 然后他就要你再加码 这种绝对骗人 所以你千万不要试 千万不要去试 OK 来最后展个小提示 投资不能凭心情 然后操作需要靠纪律 所以大家记得 我的操作 跟你自己 你自己要规划 你自己的操作都一样 你进场前 一定要设好你停损的位阶 这是你能够接受的停损 你才能进场 然后真的到了停损 我们就执行 因为在操作上 我们不可能全对 大家记得 我们绝对不可能全对 但是我们只要 小赚小赔 小赚小赔 我们能有大赚 对不对 就像过去 新胜利大赚 东哥大赚 然后三浮化大赚 我们只要抓到几个大赚的 我们这些停损都是无所谓的 我们其实操作就是这个逻辑 这才是正确的操作方法 OK 所以你记得 一定要设好停损 然后一定要执行纪律 然后再来 你当然跟着我 展哥会给你全套规划 欢迎你来电 0800370888 或者是你加我的LINE 然后留下姓名电话 我请专人跟你联络 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迎接接下来 可能短线转中线多头的行情 然后当然最后祝福大家 连假休假愉快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拜拜 拜拜 审慎评估并赐付投资风险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